记者黄嘉林高雄报道,在祁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实习的警专生张廷伟,日前执勤时发现分局隔壁的银行ATM,有一名男子神色慌张,边讲手机边操作ATM,张上前关心时怀疑他被诈骗,立即向学长反应,成功阻止一场诈骗。 警方指出,陈姓男子,19岁,接到一通自称为饭店人员的电话,对方指出,陈男最近有订饭店,但饭店服务人员操作错误,导致陈男将被每个月从合作金库的账户扣钱,需依照其指示操作提款机进行解除。 原警立即判断这是诈骗电话,并向陈男解释,但陈男一开始还不相信,直到警方拨打该饭店的客服电话再一次进行确认,饭店人员向警方表示刺猬诈骗手法,公司不会要求民众操作ATM做任何接触动作,陈男才惊叫差点被骗。